今天我们来聊聊鱼籍啊 鱼籍这个角色呢 不用我多说了对吧 三国之战略版中三仙之一啊 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头 我当时S1还抽了俩鱼籍呢 然后一个用来分背车鬼车了 鱼籍这个角色确实看起来是挺强的 但是实际上现在版本 确实这个角色适用性并不是很高 不过好在呢 三国之战略版啊 他给鱼籍专门准备了一个特技书 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心云不语啊 这延长回合就变得非常的强势了 那鱼籍这个角色 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看一看 首先看兵种适应性啊 这个角色毕竟是仙人嘛 所以说适应性都很差 但是盾兵的适应性到达了B啊 这个就非常不错了 可以使自身的兵种适应性的一个属性 调整为85%啊 不是原来的70% 所以说加成还是挺高的 然后来看一下他的属性 无力值不用说啊 他本来就也不需要无力值 这里值115.59 然后是2.61的成长 这个成长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说是盾兵B 但是效果确实也是很在线的 同时来呢 是46.96加1.84也还行 然后呢是速度45加45.46啊 是0.34的一个成长 这个速度确实不算是特别快 不过无所谓了对吧 毕竟鱼籍这个角色的技能是这样子的啊 他叫做星云不雨 星云不雨呢是一个指挥战法 从战斗回合第二回合开始 使敌军全体进入一个水攻状态 每回合持续打伤害 然后伤害呢是72%受制灵影响 并且使他啊 这些受到这个水攻的这些人呢 使其受到伤害增加10% 持续5回合 如果带着特技的话呢 是可以延长到第6回合的 这个是非常强势的 那星云不雨 他可以一直打伤害 所以说很久很久的一个版本 很多人呢都会给鱼籍带这个用武通神 势必三是一种增伤 让鱼籍来打伤害 不过现在版本呢 鱼籍其实更加的偏向于辅助 星云不雨 他的这个水攻可以配合张角打震慑 这是第一 第二呢是可以使敌方啊 这个受到伤害增加 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我的评价是 这个角色你得红才行啊 不红的话 确实鱼籍你玩起来会相当的难受 对吧 所以说玩一些三仙啊 这越红越好呢 肯定是 那他自身呢是有一个仙人的这个标签呢 叫做神通广大的仙人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可以加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属性啊 这样子的话 鱼籍的属性实际上是绝对不差的 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列转 我军全体统帅提升二十点 并且使我军主将获得百分之十的攻心啊 这就是普通的三仙队嘛 对吧 提升防御能力 并且可以让主将获得百分之十的一个攻心啊 这就是法术吸血 这样子的话也能保证这个对我的一个输出 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对吧 那三仙我们该带什么阵法玩起来会比较舒服呢 其实目前版本来说 三仙最好的阵法还是带风尸阵 风尸阵的话 这个鱼籍确实还是不弱的 然后再其次呢 就是三氏和这个五峰啊 三氏阵的话就是玩张角啊 玩张角的话就是玩不了三仙了啊 就是纯张角队伍啊 然后其次就是三氏 然后就是五峰 五峰的话呢 其实也一般不用鱼籍和作词 然后用的是这个SP原上这种五峰阵 效果会好很多 再其次呢 就是一些潜龙 所以说你要是玩三仙啊 最好就是玩风尸 再其次就是玩五峰 然后就没有什么可玩的了嘛 对吧 而且这个队伍你最好张角 对吧 你起码得有一个天宫杖 加一个道纲嘛 对吧 你左磁鱼籍多少 也不得整一点这种好装备 其实这个鱼籍和左磁的装备 还是挺难整的 首先你就不说他有没有特技 因为特技我们可以换嘛 但是你想选访出来 他们要的这种顿甲天术啊 这种装备 其实也挺难的 就像我的话 目前就没有寻访到过顿甲天术 所以说 想要把这个队伍配齐 他确实是要一定的这个运气的 那他们分的这个战法啊 就要特别说明一下了 背蛇鬼车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战法 好多人都说 背蛇鬼车这个技能很强吗 我的评价是 确实非常不错 首先 50%概率的一个准备 准备 基本上就是能放出来 对吧 准备的就能放出来 非常舒服 然后 打两个人的一个输出 并且给两个人进行一个回血 又能打伤害 又能回血 简直是太好的一个技能了 这个技能非常的全面 并且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一点 就是背蛇鬼车 在很多时候 是可以作为开荒剂使用的 之前我跟大家说 对吧 开荒剂一定要稳定 你的输出能力一定要稳定 最好是那种 就是顺发的 准备战法 拿来开荒 是非常不理智的一个行为 但是背蛇鬼车 就是一个特例 因为这个战法 用来开荒 是非常好用的 又能打伤害 又能乃人 这样子的话 一个技能 就可以做到 两个技能 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非常的不错 好吧 那这个角色呢 我们就暂时说到这里 鱼吉想玩呢 主要是一个偏辅助为主 对吧 你可以给他带 武风阵当主将 或给他带风氏阵 当副将 都是可以的 挺好的一个角色 然后大家抽到的话 如果 能抽到两个 就带他去换背蛇 是无所谓的 抽到一个的话 留在家里 其实 用处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玩三仙嘛 要求还是挺高的 好啦 要是想拆的话 就拆了吧 反正背蛇鬼车 也挺重要的 但是鱼吉 想用得上的话 还是要点红度的 好了 分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吧 没什么可说的 好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